这种情况是非常常见的 手术后造成说话低 发音困难或者声音势 这种情况非常常见 有三种原因 第一种原因是一个手术的创伤 手术后切口疼痛 还有气管插管 这种情况在短时间内很快就能恢复 还有一种情况是手术当中 对肌肉的损伤 这种肌肉是协调发音的 这种情况随着肌肉功能慢慢的恢复 一般往往在三个月之内 这种情况也会达到改善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后反神经的损伤 后反神经往往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手术当中的牵拉 电烧的辐射 还有手术后严重水肿的寝运 也会造成暂时性的 后反神经的功能的障碍 造成声音势压 但这种情况往往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它这个神经功能就能恢复到正常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后反神经 给手术当中给切断了 或者是颠烧造成后反神经的 严重的伤害 这种后反神经的损害是不可逆的 是中心的 病人中心都会发生声音势压 但是随着时间的延长 它对着生态会达到一定的补上 也可以做正常的交流 但是呢 我说是什么意思呢 你不要做正常的事 我认为更多误会达到 你不要做正常的事 我认为更多的事 你没有做正常的事 我认为更多的事